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URL法呢 这样缓解机我们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做到哪一点呢 大家去回想一下 还是围绕这个路径 在这个路径当中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呢 你去想在Jungle里面 实际上是有一个特点的吧 你在你的路径 这个写的这个URL里面 是不可以添加上正德表达式 来提取参数啊 对吧 你比如说你可能访问了 在千年生仙里面 可能定一个商品 goose 然后呢你可能去写了 然后呢在后面的话 你说可能会把这个商品的ID放过来啊 到底是多少 你就可以通过正德表达式 往来提取参数了吧 你在flux里面 他也是可以支持这样的方式 来提取参数的 只不过是说 他在这里面再去用的时候呢 稍稍比在章目里面 会繁琐一点 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问题呢 我把它重新再来去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把它叫做转换器 conwater 然后呢咱们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呢 通通的先全部都去叫 然后呢我们只留一个最原始的 这样的index 然后呢比如说我在这个index当中 咱们就去访问吧 比如说就叫做goose商品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比如说这也是商品的 goose的detail 详情 goose goose detail page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看什么东西呢 你在这里面flux里面再去写的时候的话 就不是直接在这个路由当中 直接去写正则表达式的 flux里面再去做的时候呢 并不是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 他怎么去做呢 这是要求你在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直接使用监括号的方式 往外去提取参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在监括号当中 在去传的时候 你说了 我要去按照哪个方式 来给我提取参数的话 那个正则表达式 也不是理解在这儿的 而是说他给你去实现了一个 特定的一些个表达式 都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看 默认的情况下 比如这个整形的 他帮你去实现好了 辅典型的也帮你实现好了 还有一个pass路径实现 也实现好了 除了这种实现方式之外呢 还有最普通的 自传的方式也去实现好了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面去操作的时候 如果我比如说想要去提取 你给我拿出来一个整数的话 怎么去做呢 监括号当中 再加上这样一个印的 指名为 就是转换器的方式 就相当于是 按照哪一种方式 来给我提取参数 就把这个锁字印的放过来 比如说印的 float跟pass 放过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 他就是按照整形的这种规则 帮助你去找提取参数 这个规则不需要我们进行实现 class已经帮你实现好了 实现好这规则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 整形 辅典数跟pass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后面大家去想 你在这里面 在Jungle当中 往外去提的时候 你写完整个表达式 是不是还能够给那个参数起名字 用整个表达式的起名字方式 能起名字吧 在class当中 你在这里面是一定要起名字的话 怎么起名字呢 你在后面的话 在这转换器之后呢 再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呢 你这个参数想起什么名字 就起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goose的一个商品的ID 那我就把名字呢 给你放到这 就是说 你通过冒号的方式 来进行分割 那在class当中呢 就把这个监括号的这个语法 叫做什么语法呢 叫做转换器 叫做转换器 就相当于 当用户 再来去访问一个路径的时候 比如说 当前面用户访问的 就是127.0.0.1 对应的是5000 然后呢 传了一个goose 然后呢 后面可能跟了一个整数 比如说跟了一个123 那他怎么去做呢 他就是直接按照 你的这样的方式 从路由列表里面去找 然后呢 p3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路由当中 这个监括号里面 这个转换器 所用的是int 所以呢 他就是以int 整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以数字的方式 在这里面去匹配 结果发现 你的这个路径 跟这个规则 正好匹配出来了 紧接下来 他就把匹配出来 这个123呢 当做你起的名字的gooseID 然后呢 传到哪呢 传到你的试图函数当中来 所以你的试图函数呢 这里面就要去接收参数了 就接收你在这个路由当中 所去起的名字 你在这里面起什么名字 在这里面就拿回来去接收 就可以了 这是在这个plus当中 在进行 你在路由里面提取参数的时候呢 他的一种使用方式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 叫做转换器 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在路由当中呢 按照你指名的 int转换器的一个风格 然后提取参数 再传给你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除了整形之外的话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的补点形啊 pass类型啊 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这样的东西 那么怎么去看呢 我把这个goose detail 配置 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再给你补上一个参数 我实际上是不可以拼接呀 你已经传过来了吧 我就把gooseID 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直接去访问一下 对应的这个路径 我让程序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呢 回过头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地方重新启动 启动错了 我重新刚才已经新建了一个文件 所以把这个文件 运行一下 你在这个文件当中 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实际上我们就写了一个goose 然后再加上这个监控号 这样gooseID了 它已经放到这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去访问了 我在这里面去访问的话 直接去访问 斜线 goose 然后呢 对应的 比如说传一个123 我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goose detail123 就放到这了 然后呢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 并不是这样的东西 给你放字母了 比如说放ABC 放到这之后的话 它是不是提示我not放的呀 原因就在于这个ABC 并不符合整数的这样的一种规则 所以没有拿出来 那除了这样的整数之外的话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过的 哪个东西呢 就是刚才看到那个float跟pass 那在这里面还要注意点 也就是说 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不传 那我们来看一点什么东西呢 我把这个网给你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的话 回过出来 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不传参数 不传参数的话 就相当于你直接加什么东西呢 加上你的参数名字 这也是可以的 直接加参数名字的话 那默认它采用这种方式 是使用哪一种规则呢 它使用的就是普通的自不算规则了 不加 然后呢 转换器类型的话 我们说的这个转换器类型 就是指的你网号前面的那个东西 如果不加转换器类型的话 默认是普通的字符传规则 这个普通的字符传规则的话 这个字符传代表是哪些呢 就是除了斜线之外的其他任意字符 除了斜线的字符 这个斜线在这里面说 在路径里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是这样的东西划分的 所以相当于普通的这个租传规则呢 它就是除了斜线之外的 这样一点 不加这样的一个转换器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说明的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你说了解了 我们在plus当中 得去通过这样的坚固号 通过转换器的方式 才能继续参数 而这个转换器里面对应的规则 你说普通的租传也好 对应的这个整形也好 对应于这个不点数 这个pass也好的话 那它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规则吗 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规则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给你听限制了 限制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发送一条转信吧 sms放到这儿 我定一个这样的路径 对于这个路径的话 我先放到这儿 然后呢 这个路径当中 我要去给你传一个参数了 传一个什么东西的参数呢 rote 然后呢 我就相当于 你不是要发送转信吗 所以我send send到底给谁呢 我想让你把这个参数也放到路径当中 放到路径当中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需要在这里面去提取一个手机号 然后呢 我把你手机号给我传到这个视图怀数里面来 紧接下来 我在视图怀数当中呢 才可以比如说去发送短信了 send 然后呢sms 发送短信 到谁呢 到这个手机号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模拟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话 要求别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你怎么去访问呢 你访问的话 必须也得是127.0.0.1 对应的是5000 然后呢给我传一个send 后面的话 你需要把你的手机号放到这吧 比如说就是186 然后呢 12345678 一共11位 我要通过这样方式 通过这样方式访问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得去写一个规则 能够把手机号拽出来啊 那你说这个规则 如果去使用它默认的 你的字符算也好 整形也好 辅电数也好 pass类型也好 通过是普通不能满足啊 所以这时候的话 就涉及到了 如果说你现在 对应于默认的这种转换器 不能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的话 你在这里面 也并不是直接去传 并不是在这里面 能够直接去写那样的 这种表达式的 而是说 你需要自己来去实现一个 就跟它自己去实现的 这个int 或者float 一样的方式 你自己得来重新实现 属于你的这样转换器 通过你的转换器的方式呢 然后呢 来提取参数 所以要经过这样的一点操作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通过这样的方式 自己来去实现这样转换器的话 怎么去实现呢 有三个基本步骤 首先的话 你得去定义 也就是说 第一步 定义 自己的转换器 这点一定要 这点要去精神一下 这点是要 必须要理解清楚的 我们要去定义 自己的转换器 这也是第一点 那转换器怎么定义呢 要以类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 我现在要定义 这样的一个转换器 专门用来干什么东西呢 专门就是用来去接收 我给你传递的 这样的一个 正德表达式的 就相当于是说 我最终在去使用 这个转换器的时候 你转换器当中 到底想匹配 一个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规则 我想把这个规则 直接交给你 你帮我去保存 那我就把这个规则 怎么去定义呢 比如说规则的话 参数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的这个正德表达式不同 所以呢 这个转换器 比如说 我就把它叫做 正德表达式的 这样的转换器 正德是比较在 RE的意思啊 比如说 我把它叫做 REGX 正德表达式的 转换器 converter converter的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代表 转换器的意思 我以类的方式 来进行定义 那这个类的方式 定义出来的 这样的转换器 它要继承了 它必须得是 继承自一个负类 那这个负类是谁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负类是在哪呢 它并不是在 flask当中的 这是要去引入的 就是webzerg webzerg 我们再去接下 flask 是不是已经提到过呀 flask的整个框架 是依赖于webzerg 这样的一个工具集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webzerg当中呢 它去提供了 关于路径解析的 以及设置的 各种各样的工具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 直接操纵webzerg 来进行继承 在webzerg当中的话 有一个routing模块 在这个routing模块当中 存在的一个叫做 baseconverter 这样的转换器的 基类吧 对吧 转换器的 负类 所以呢 你需要通过webzerg routing模块里面 把它继承过来 然后呢 放到我们自定义的 这个类当中 来进行继承 继承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自己来去实现一下 这是 这个诸识我已经写了 然后呢 咱们再放到这 放到这儿 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要去实现 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给你放到这儿 在这个类当中 要去实现的方法 得跟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得跟这个类的使用方式 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是要做什么东西呢 是设置 将自定义的转换器 然后呢 添加到 flask 应用中 我们怎么去挑战呢 在这个flask的应用 app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字典 叫做什么样东西呢 叫做 在这个 config 不是 在这个app当中的 urmap当中 在刚才我们能够看到的 那个路由映射的 那个urmap里面 有一个叫做converters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典的 这么一个组织项 我们需要操作它 然后呢 在它进行设置 怎么进行设置呢 就是 既然它是一个字典 我们就通过 见识度的方式 往里面补充 我在这里面 需要给这个东西 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 随意 我们怎么记起都可以 比如说 我现在订出来 这个转换器呢 专门是来处理 这种表达式的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re 然后呢 这个转换器 是什么东西呢 是哪个类呢 是刚才我们所定义出来的 rejs converter 是这个类 所以就相当于 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把这个类 给你添加到了 app的urimap里面的 convertor里面去做了 在urimap的convertor里面 保存了flux里面 能够用到的 所有的转换器 比如说它自定的 这样的一个int 还有刚才 我们去说过的float 东东都有 我们现在自己定义的话 也需要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以建筑的方式来去保存 也就是说 我们直接是把这个类 本身是不是存进去了 对吧 你要注意 我这里面是媒加括号啊 媒加括号不代表 创建对象吧 就直接把类存进去的吧 把类存进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第三步就是你的使用了 你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怎么去使用呢 就是可以直接通过 兼括号当中 你要去使用的 哪个转换器呢 刚才我已经起名字了 叫做re 所以我在这里面 怎么起名字 我在这里面怎么去使用 使用re的方式 后面呢 比如说我再去加上一个 对名的名字了 mobile 是通过这样方式 来进行操作的 这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样 如果说 我想把这个转换器 做得更通用一点 把这个转换器 做成通用到什么程度呢 并不仅仅 只能够去处理手机号 而是说 这样的re转换器 一旦做完成之后 我在这个使用的时候 我想给你决定 就相当于仿照 你的将过里面 想给你传什么 这种的表达式 你就帮我提什么参数 我想当中做成这样 一个万能的 这样的转换器的话 怎么去做呢 所以就相当于 在去使用的时候 它在真正使用的方法的话 就相当于解析的时候呢 如果一旦访问到这个路径 它相当于是说 按照你所对的转换器呢 然后呢 先去怎么做呢 先去实现这个re 所对应的这个转换器 找到这个类 找到这个类之后呢 会去把这个类 实现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呢 找到这个对象之后呢 在对象当中 会存在着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大家先写一下 既然是一个对象 就相当于 在你这个类的 这个对象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属性 叫做rejx 这个属性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你这个base 拿过来的 是有这么一个属性了 这个属性干什么东西呢 专门就是用来存放 你这个转换器 它到底在进行转换的时候 在进行正德匹配的时候呢 匹配的正德表达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说了这个转换器 想做成万能转换器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正德表达式的一个数据值 应该是做成可变的吧 那怎么去做呢 那我在这里面使用 它的话可以给你加上括号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呢 是可以加上括号的方式 可以给它传参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这个转换器的一个使用方法了 它本质在去做的时候呢 还是直接按照你这个规则 然后呢去找到你的这个路径 找到这个路径之后呢 它发现这是一个转换器 所以呢 把这个转换器RE是谁呢 从存护上当中找到了所对应的一个类 紧接下来 把这个类给你去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呢在这个对象当中去找到了 对应的这个正德表达式的规则之后 按照这个规则来去匹配这个路径 找到了这个数据值之后呢 把它提出来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那到底我们所要去给你传的 这个万能转换器当中的 这个REGS这个正德表达式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就可以在它进行构造的时候 就相当于它进行构造的时候呢 我给你传入一个括号方式 传参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给你传的一个参数呢 就可以按照最普通的 最严实的方式 去写正德表达式了 就是相当于 我在这里面怎么去用 我待会儿就怎么去写 我进行设计的话 我就说了 一个RE在进行构造对象的时候呢 这里面你要给我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你要给我传一个正德表达式 那这个正德表达式 现在针对于这个应用场景 我可能定义的是手机号 所以我在这里面 就把手机号的正德表达式 给你写到这儿 手机号的正德表达式 怎么去写呀 应该是第一位是1吧 然后呢 第二位是不是可能是 可选的几个字符啊 应该是13几 14几 15几 17几 18几 是不是都可以呀 34578 大概是这一边 然后呢 后面是不是应该是 9个数字呀 告诉你大括号9吧 就相当于 我在进行设计 这个转换器的时候呢 我就把正德表达式 给你放过来了 放过来之后的话 那最终 刚才我们说了 它的使用过程 是要去实现 RE的静量对象 并且把它的传的参数 给你传送过来 所以就相当于 我在自己去实现 这样的正 这样转换器的时候 它的构造方法里面 是不是要去接收啊 所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你要注意了 这时候呢 初始化方法 接收的参数 并不是直接把这个 底下的正能表达式 接收过来 而是说 它的第一个参数 是固定的 是什么参数呢 是一个叫做 UIL的那个MAP 或者你把它叫做 这个MAP吧 我们给它去写一件 我现在取的 一个UIL的MAP的 这个东西 这个名字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给你传送过来的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默认在去 够到这个转换器 对象的时候呢 它会把 当前整个APP 这个Flux 应用里面的 那个路由映射列表 当作整体 给你传到 第一个参数来了 它是固定的 总会给你传这个参数 而我们在这里面 去使用的时候 给它传的这个参数 这个正能表达式 会作为 它在构造对象的时候呢 Flux 会把它当作 后面的参数 往过传 那比如说 我这个参数 把它就应该 对应的是正能表达式吧 那么把它叫做做 REJX 正能表达式 我给你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个正能表达式的参数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是不是应该给你去保存到 这个对象里面去啊 对吧 应该保存到这个对象 所以给你保存到这个对象当中 交给它保管 那它就能够去读取 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属性 然后呢 去匹配出来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不仅仅要去保存吧 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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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然后呢 plus 会去使用 这个属性 来进行 路由的正则匹配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你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你把它保存下来之后的话 那还有一点 有点什么东西 我们上面是不是已经继承过一个负类啊 继承过一个负类之后 然后呢 那你说在进行构造的时候 我们自己想要做到的工作 你说咱们自己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正则表 这样的一个转换器 仅仅是来去接收一个 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保存下来吧 那除此之外 那你说负类当中在进行构造的话 它是不是会有自己的这样式化方法啊 那我们就应该在这里面是显示的去调用一下负类输化方法吧 让负类也就是说 让这个plus再去使用这个自定义的转换器的时候呢 你先按照负类最原始的方式 把这个对象构造出来 构造出来之后 我给你传的额外参数呢 你再去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得去调用一下负类的 调用负类的 构造方法 调用负类的出实化 调用负类的出实化方法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进行操作的话 就怎么去调用负类的方法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super的方式啊 对吧 super这个方法调用负类的时候 在python3当中 是不是可以去传参数直接调用啊 但是在python2当中 我们要去传参数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 当前的类的名字吧 对吧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是我以当前的这个self对象 来作为它的调用主体吧 然后呢 再去调用负类的什么东西呢 它的出实化方法吧 然后负类出实化方法当中呢 这个urmap就是给负类去用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交给负类 负类会用得到它 我们在这里面用不到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对应于一个自定义的转换器 就实现完了 只不过是说 我们现在所自己定义的这转换器 一上来就把它定义成了一个万能转换器了 定义成万能转换器的方式呢 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里面 把它定义出来之后 日后我们在这里面去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juggle的使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了 你只不过是在下加尖括号RE 然后呢 把你的正德表达式传入到这里来 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把它去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呢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剩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直接去剩的一个东西 剩的 放到这儿 比如说随便去选一个东西 这肯定不是手机号吧 放到这儿来之后 给我提出东西是不是应该能放的呀 然后呢我再给他传一个手机号 18612345678 11位 再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让你看一下 如果能够去正确的 对应到那个里面 而且把这个规则 所对应的参数也提出来了 这是关于这两年吧